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高蛋白低脂肪的汤 晚餐用特别合适 顿顿想喝汤的朋友不妨试试 食材三样 海带 豆腐 和虾仁 虾仁背上开一刀 去掉虾馅 再调味 撒少许盐 胡椒粉 海带切成丝 用干海带 现泡最好 我们直接用一只小砂锅 放一丁点油 虾仁先走一下 然后捞起鲜 紧接着海带丝下 未寒的朋友带上几根姜丝 煸一会儿后呢 我们加水 那水呢不要放太多 这个汤好煮不出浓度 所以水放太多就会变得寡味 我们给它煮厚一点 煮开后我们下豆腐 我们按食量多少来放 轻轻轻朝下放 要不然会溅上来 离得越远 溅得越高 再开后 虾仁回锅 不需要再盖盖了 只要让它再滚一下 这样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盐 少许 胡椒粉 最后呢 再给点葱花 关火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